空拍機沿著後龍漆來回搜尋 但就是不見彭信男子的身影 台風雖然已經離開 但山區的雨勢不斷 溪水依舊團集 彭信男子的妻子跟家人 一早就來到落水點 焚香祭拜 焦急的祈禱 但救難人員空拍機來來回回 始終沒有好消息 五十七歲的彭信男子生死未卜 他在颱風天道苗栗後龍漆的河域垂 突然發現水位不對 想要涉水上岸卻來不及 被湍急的溪水沖走 忽然變大他想要過來 就過來他一直踩 一直踩 踩獅子 開始被滾滾滾 滾到就是那個大潭 到中間我看到頭一起來 就下去就沒在起來了 就沒在起來了 有去釣魚啦 警察通知你才知道的 彭信男子的機車 就停在離落水點十公尺處的草叢 東西還留在原地 救難人員從上下游包夾搜尋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人 令人們的大潭 散閉 要好像一份 跟這個友情 禮物 突然看來 對 感谢观看